这是绿场两家主打缓震的鞋 SC6LD 这个是复刻的 这个CFC3 开头大家可以先猜一下 这两双鞋哪个更重呢 我们稍晚会公布答案 SC6LD 相信大家对这双鞋不会太陌生 一方面因为林丹在2016年 穿着她征战礼乐奥运会 给我们留下了一场非常经典的邻里大战 可惜最后一块牌都没有 另外SC6这款鞋 连同她的五个林丹配色 在当年可谓是口碑和销量的双丰收了 在大多数鞋款都需要五到六折来销售的年代 SC6这双鞋竟然可以原价甚至溢价来销售 我见过最贵的鞋应该就是这双鞋了 原版的2600块钱一双 这一次复刻的这双奥运配色 我也是在价格稳定之后才购入的 九张还能找零 弥补了我当年一个配色都买不起的遗憾 林丹在换下SC6这双鞋之后 换上了CF系列 一开始CFT的口碑非常的好 CFZ也不错 但是CFZ的二代 因为提升不明显吧 或者说跟竞品相比优势不明显 所以口碑开始下滑 那这一次呢换上了更多的新科技 包括新的鞋面 新的中底 新的大底之后呢 这双鞋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今天呢我们找了两双鞋来看看这个相差六年的对比能够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先来看两双鞋的配置 首先呢SC6这双鞋 它基本延续了原版的配置 只是这个动力电 从原版升级到的普拉斯版 CFZ3这里呢就有比较多的升级了 首先最明显的是中底换上了两层不同材质的轻量化的减震材料 名字我就不念了 我打在屏幕上 另外呢中足部分加入了一块3D异形碳板 这是我在YY家见过的最大号的碳板了 一直从中足延续到了脚拇指这个位置 整体呢这双鞋的稳定性会比SC6稍好一些 SC6的鞋面采用了大面积的漆皮材质 但是这个呢应该是人造的 CFZ3上面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工程网布了 然后据说呢是减少了堆叠的层数 使得它的更加轻量化 然后包裹了也更好 鞋带部分呢 CFZ3延续了CF系列这种非对称的鞋带设计 但是呢这个弧度相比二代或者一代来说 我觉得小了很多 相比之下呢SC就很传统了 鞋楦的部分 这双黑色的国航 它是3亿的宽度啊 非常的正常 然后呢白色版本是4亿的 SC6呢也是3亿的宽度 但是呢穿进去之后呢 我觉得这双鞋的包裹感要比CFZ3好很多 它就像有一大块海绵把你裹住 CFZ3呢就感觉没有那么的贴合 尤其是后跟处的这个海绵啊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比SC6更厚的海绵了 鞋垫的部分 CFZ3非常的薄 它用的型号呢跟超轻Z是一样的YB72 但是呢我感觉这个地方呢还是会稍微的厚一点的 但是啊看到SC6的鞋垫 这是多么厚的一块鞋垫啊 我从来就没有在尤尼克斯加的鞋垫里见过这么厚的 这块鞋垫它有两个硬币 那么厚两个硬币 有对比才会有伤害啊 但是重量上的两者就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这个呢大概是26克 这个呢是23点几克 所以呢这个它并不完全是超轻Z的同款啊 我就说它明显的更厚实 另外呢在这个位置 它写了一个YB48 就跟这个地方写的型号不一样 这个呢确实不知道是为什么 鞋垫的部分 SC6是非常传统的六边形蜂窝鞋垫 这个广受好评 CFZ3就用了YY新型的十字形纹路 这个呢备受诟病 实际的体验下来呢 我也觉得SC6的抓地力啊非常的完美 这个呢就稍训一筹 整个客观的部分结束之前啊 回答一下我们开头的问题 这双SC6LD 41码 在大的半码的情况下 它居然比CFZ3轻了7克 314 321 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离谱啊 这个看着那么的笨重 这个呢看着还比较轻盈 结果居然它更轻一些 实际穿着的脚感 SC6有着完全不同于滤场其他鞋的一种脚感 就是一脚软弹 而且它的包裹极其的厚实 有一种你穿着一坨海绵在球场上奔跑的感觉 SC6的包裹呢 它也不像Infinity那样是靠两个BOA去调整松紧 来达到一个更好的包裹效果 它就是厚厚的给你裹住 这种脚感呢就真的需要你穿进去才会知道了 所以呢我愿意把SC6的全称叫做Super Comfortable 666 CFZ3的脚感呢就更加的硬弹一些 或者说呢叫有韧劲 整体来说呢它的启动还是会更快一点 SC6呢我看有很多网友还是夸它启动很快的 但是呢确实有一点点像擦海绵的感觉 它对比我非常喜欢的超新Z和Infinity的启动来说呢 还是会慢一些 甚至连跟它重量差不多的65 我觉得启动都比它要快一些 稳定性呢咱们刚才有提到一嘴 我觉得CFZ3的稳定性呢还是要比它会好一点 毕竟呢有大块的异形碳板 也有防侧翻的设计 最后呢我们要聊一嘴这个鞋盒 这个应该是我所知道的 YOY目前在售的唯一一款 不是那个银色鞋盒的 是一个特质的鞋盒 这个足够有排面了吧 而且呢还送了一个有林丹logo的这么一个鞋带 非常的大号啊 我们算起来现在有送鞋带的 一共也就只有Infinity跟这双SC6了 我不记得有其他型号大家可以补充一下 这个抽屉式的鞋盒呢我觉得也挺不错的 顺便批评一下Infinity二代 发布会上呢明明是一个带双BOA的这么一个鞋盒 等卖出来呢就是那个银色的了 这一点诚意都没有 最后呢是购买建议 如果你只有700块钱不到的预算 你非要在绿场的鞋里面能选一双缓震最好的 那我建议你再攒一攒好不好 再攒一攒 我们再攒200块钱 直接买SC6好不好 除非你特别不喜欢它的配色 既然你不喜欢它的配色 我们就一起呼吁一下好吧 让YY尽快的把另外四个林丹配色也复刻一下 要求不高一年一双可以吧 一年一双 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这里是拉玛西亚羽毛球 我是爱收白菜的白菜 是一个喜欢折腾羽毛球装备的up主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